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哈裔族 原來金正和金語正的母親 是在日本出生的北韓人 最常而食的金語正 就曾和媽媽一起到東京迪士尼玩 而這段美好時光 也成為金語正最難忘的回憶 後來北韓的牡丹風樂團 曾演奏多首迪士尼快劇有口的動畫主題曲 甚至還讓米老鼠玩偶登上舞台 被認為這一切就是由金語正一手策劃 但金語正對日本的回憶 當然不只有迪士尼 報導還提到金語正會說日文 還非常喜愛日本動漫 甚至會親自動手畫動漫人物 而且小時候的金正和金語正 家中都被日本任天堂遊戲機 以及玩具給占滿 2018年和南韓總統文在寅 有說有笑的互動 金語正的溫柔形象 當時深受南韓人喜愛 但如今的金語正全力在握 個性批變 開始扮起黑臉 狂罵南韓不手軟 嚇到不少南韓人 金語正顯然已經不是過去那個哈日女孩 反而成為牽動東北亞局勢的關鍵人物 記者最後報導 再接著